说起爱情公寓,相信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喜欢,作为一部都市情景喜剧电视剧,它在最初开拍的时候,并没有任何大牌明星的价值,却凭借了几位年轻演员的精彩表现,获得观众们的遗址认可。 当然随着爱情公寓大火之后,当初那几位并不出名的主演陈赫、楼一肖和李嘉航等人,都纷纷一夜之间走红了起来,都知道随着爱情公寓电视剧停拍之后,这一次陈赫、李嘉航、邓家家等人都再一次重新聚集到一起,并宣布拍摄出了电影版的爱情公寓。 虽然此次并没有继续拍摄电视剧版,饰演观伍神奇的王传军也没有出现,但是能够拍摄成电影,也是让众多昔日的粉丝都非常满足。 随着电影版,爱情公寓即将上映,预售票房也不断突破新稿,直接获得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几万的票房成绩。 眼看着这一次,爱情公寓准备要好好表现一番,没想到却突然遭到莲凡的起诉,自称他们对于电影拍摄毫不知情,并要求停止电影和上映。 很快电影版,爱情公寓方面也迅速做出回应,晒出各种证据证实自己的权益,不过莲凡似乎并不打算收手,这一次又突然转发了自称是爱情公寓老员工的一篇文章,并配文表示他们的说法是在诡辩,并感谢了这位老员工的曝光,以此来肯定他老员工身份的真实性。 而此次电影版《爱情公寓》却被这位所谓的老员工满天炮轰,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被老员工曝挂羊头卖狗肉。 《爱情公寓》原先是准备拍摄到目题台电影,其中还不乏曝出此次电影版的版权,是由于早前编剧汪远的布局,让这个版权几乎一半属于他自己的。 对于此次老员工曝出来的《挂羊头卖狗肉》让很多网友都直呼,《爱情公寓》真的骗了全国观众吗? 如果挂羊头卖狗肉是真的,情愿不要拍摄电影版,当然更为巧合的是,这位自称是老员工的整个微博首页。